一机望所致 香炎禅师的误导因缘 香炎和维山禅师同为百丈禅师的弟子 香炎禅师对于佛经的道理 研究得很透彻 如有人问法 他总能问一答识 因此 自己以为很了不起 常在心里自诩道 我智慧如海 百丈禅师在世时 一定要参禅开悟 极致百丈禅师原济时 他仍未开悟 只好到师兄维山那里去参禅 维山对他说 师弟啊 我听说你在百丈先师之处 能够问一答识 问识答百 不敢 不敢 香炎禅师客气地说 可见你很聪明伶俐 然而一解识想 乃生死的根本 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 你可否试着答复答复 香炎禅师表面上轻描淡写地问 什么问题啊 心里却说 有什么我答不出来的问题 哼 维山禅师说 我不问你别的 只问你父母未生你时 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 试道一句看 香炎禅师听后 心里竟一片茫然 于是归聊之后 将过去所看过的经论文字 从头到尾翻阅一遍 想寻一句来筹对 最后仍是一无所得 便自叹道 画柄终不能冲击 于是屡次求维山说破 维山禅师却说 我若说是乳 乳以后骂我去 我说是我的 终不甘乳事 乳还是自己去参吧 香炎禅师于是将往昔所看的文字烧光 辞别了维山自己去参咎 早也参完也参 行住坐卧时时都在参 有一天 当他在地里除草时 一除透下去 除到了一块石头 石头飞溅出去 击中了一根竹子 啪的一声 他忽然醒悟 当下鸣心见醒 于是回去沐浴焚香 摇礼为山师兄 赞道 和尚大词 恩于父母 当时若为我说破 何有今日之事 接着写下一首记 一记望所致 更不假修致 洞容扬古路 不堕悄然机 处处无踪迹 声色外微移 诸方达道者 闲言上上机